欢迎收看12月6号星期五的周日新闻全球报道 竟然有人才刚刚离婚就在警察局对面杀害了前妻 南投普里一名实姓男子昨天刚刚和前妻去办完了离婚手续 今天下午继续到普里地震所办土地过户 但是因为财产的争议双方在分局对面的索钱广场谈判起了争执 男子竟然拿出了瑞士刀朝着前妻的背部猛刺了好几刀 由于警察局就在对面警方立刻将人逮捕 但是前妻送一急救仍然伤重不治 偷下毒手的前夫被靠在派出所内不发一语 但是上衣背心和裤子都沾满了血迹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经过远警小语大意他终于透露因为和妻子离婚 财产一直谈不拢才会气愤难耐持刀行凶 回到案发现场在地政事务所前 男子安前妻12月5号才办好离婚手续 隔天下午双方相约在这里谈判 过程中男子不满财产即将过户给前妻 一时气不过 拿出了万用刀四项前妻的背后 造成他大量失血 这对夫妻结婚是多年 5号才办理好离婚 没想到下午前夫就下毒手杀害妻子 连同陪同的友人也被波及刺伤 嫌犯证据后已经移送地检署收押侦办 对夫妻结婚